欢迎收听民国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1925年12月25号 郭松林被东北王张作霖派人枪决了 并且扑狮三日不得提前收拾 那这郭松林是哪路神仙呢 能让张作霖这么记恨 并且说把人尸铁光天化日的 晾这么三天 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很大的侮辱了 如果不是什么血海深仇 一般没人选择这样的做法 听说这郭松林被杀之后 连少帅张学良也被牵扯了进去 张作霖似乎是对张学良特别不满意 对张学良多有责骂 这就让人疑惑不解了 如果是张作霖和郭松林有仇怨 那这关张学良什么事啊 他俩怎么说都是父子啊 再大的情义能敌得过父子之情吗 要知道张作霖可是把张学良当接班人培养的 一个姓郭的怎么就惹得这父子俩争吵不休呢 想要一探究竟 咱们得先了解一下郭松林这个人 还有他和张学良以及张作霖等人的关系 郭松林生于奉天 但祖籍在山西太原 听人说呀 他是唐朝名将郭子怡的后代 到了他父亲这一代 已经落寞为一个教书先生 时常连饭都吃不饱 起初这郭松林还上得起学 可是随着世道越来越远 他只能辍学去给地主家帮忙种地去 拿着微薄的津贴维持家用 这种生活 郭松林一坚持就是七年 因为七年之后 他父亲在省城找到了一份工作 郭松林呢 接着上学 这时候的郭松林已经19岁了 然而这样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中俄战争让郭松林再次失去了学习的机会 他看着被摧残的满目疮痍的房子 看着那些在战乱里无家可归的人们 心里边暗下决心 我一定要投身军旅 将来保一方平安 郭松林可不是什么说大话的人 他是真有这本事 也真能吃下这份苦 但问题在于 他无权无势 又不想从最底层的小兵当起 他想当军官 这该怎么办呢 还别说啊 这郭松林还真有办法 他当时苦思冥想 终于想起了自己一个远房亲戚 在军衙门当差呢 当时张作霖呢 在奉天办了一些军事学堂 目的就是为了多培养一点军事人才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无论是谁 想要在军事学堂学习 就得有个保健人 郭松林这个远房亲戚 那是真的远房啊 是真远啊 到底有多远呢 远到郭松林要是不对的族谱看 根本不知道还有这号人呢 不过这都不重要 只要有这层关系在 郭松林就有办法 让他当自己的保健人 郭松林从父亲那儿要了一笔钱 买了些礼物之后 把剩下的钱全部都包起来 打算到时候一起送给这个远房亲戚 他提前才好点 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 就远远的看着那个远房亲戚走了过来 那人一过来 郭松林立刻拿出东西 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就说 姑爷 我是郭松林 咱进去聊聊 说着郭松林晃晃手里的东西 那人心里边也在那嘀咕呢 我这我谁啊这是 我是他姑爷吗 这还算了 反正白吃的东西白不吃啊 是吧 他呢大了个哈哈 跟着郭松林就进了房间了 一开始郭松林闭口不谈保健人的事 就是招呼姑爷 好吃好喝 顺带说些有的没的 拉近感情 酒足饭饱以后 郭松林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请求了 姑爷一听立马放下筷子 肠子都快毁清了 这当保健人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郭松林看姑爷有点迟疑 马上就承诺许下诺言 姑爷 我保证不胡作非为 光保证没用 你得有好处 然后呢 把早就准备好的钱塞到了姑爷的袖口里边 姑爷这么一摸 嗯沉颠颠的 打开这么一看 立马就把东西藏了起来 哎呀 小郭啊 这事啊 也不是不可以啊 你得容我想想 郭松林一看这事有戏啊 赶紧满口答应 然后给姑爷把酒满上 不过他也担心对方收了钱不办事 郭松林呢就开始打起感情牌 把自己这几年来受的罪 添油加醋的给姑爷说了一遍 看时机差不多了 郭松林啊 就把自己是唐朝名将郭子怡后代的事儿 也说出来了 还拿出来族谱作证呢 姑爷哪见过这阵仗啊 再一看啊 可能还真有点远方亲戚啊 二话没说 也就答应他们 这么一来 郭松林如愿以偿的上了奉天陆军小学堂 接下来的这几年 郭松林一直在奉天学习军事 也不得不说 他在军事上是真有天赋 在人群之中脱颖而出 得到了教官的赏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郭松林接触并且加入了同盟会 对孙中山十分的崇拜 几经周折 郭松林跟随孙中山搞护法运动 可惜失败了 无处可去的郭松林回到了奉天 在张作霖开办的陆军讲武堂当教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张学良在这个学堂学习呢 郭松林和张学良迅速擦出了火花 可就是这火花导致了后来的悲剧 这话到底该从何说起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当时张学良啊 虽然在讲武堂学习 但毕竟是张作霖的儿子 所有的教官对他都很照顾 可自打郭松林来了讲武堂 张学良的痛快日子可就没了 他可不管那一套 我管你是不是张作霖儿子呢 一视同仁 该罚就罚 该赏就赏 再加上郭松林本事也不小 张学良很快就被这个人高马大才华横溢的教官吸引住了 这俩人虽然是师徒 但是呢 更像是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 张学良是打心眼里边尊敬这个老师 这在古代 郭松林那就是太子的老师啊 等熬到张学良上位 那就跟张家是平分求色呀 张学良呢 也不负众望 成功从讲武堂毕业 郭松林也在心里边幻想着 想有朝一日实现平生的理想 张作霖给了张学良一个旅长的位子 张学良呢 也没忘了这个对他来说 一师一友的郭松林 他跟张作霖说了 我要让郭松林当卫队第二团的团长 这老张啊 也念在郭松林这么多年 对张学良的教导 二话没说 也就答应了 郭松林兴高采烈的接下了这个位子 看似只是团长 但实际上和旅长没什么区别 张学良是他学生啊 什么事都得和他商量着来 张作霖肯定也知道这种情况 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呗 但人家郭松林是有真本事的 来卫队不到一年 就把卫队整顿的里里外外 让人刮目相看 张作霖是陆林起家 所以在东北军里 陆林风气很猖獗 有时候这些陆林首领的话 比军令更有威慑力 郭松林一来 当下就决定整治 这是军队 这不是土匪窝子 容不得这样的风气盛行 仅仅一年时间 整个卫队就跟正规军一样 指哪打哪 绝对的服从命令 这让张作霖很欣赏 心里几乎默认了郭松林 就是以后辅佐张学良的人 不久之后 大战爆发 郭松林啊 那是大战身手 对面两个旅的兵力 郭松林是出骑兵 用一个团 就把对面打的是落花流水 没过多久 又平定了一波匪患 张学良就更加倚重老实了 而郭松林更加的认为自己老苦功高 应该得到一些奖赏 可实际上啊 张作霖老张根本不搭理他 而是犒劳他的老部下 这让郭松林十分不满 但战绩在那摆着 升官那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郭松林当了奉军的旅长 和张学良在官职上 已经是平起平坐了 1922年4月 郭松林再次立下大功 当时直奉战争打得很惨烈 张作霖的军队几乎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但是郭松林和张学良这两个人 直接一路打到了山海关 挽回了一部分的战局 也算是张作霖的半个救命恩人 这时候张作霖已经对郭松林有一些信任了 能给的权利尽量给 不过张作霖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并不打算给郭松林太多 因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后 本该被奖赏的郭松林 其实什么也没拿到 这就让心怀不满的郭松林更加憋屈了 真正让郭松林爆发的是第二次直奉战争 经过两年的韬光养晦 奉军已经金飞洗笔 当年的耻辱也得洗刷 张作霖让儿子张学良当第三军的军长 郭松林当副军长 实际上就是让郭松林指挥第三军 这场仗打得确实没悬念 对方根本抵挡不住奉军的进攻 没过多久也就输掉了战争 而这次郭松林可谓是真正的主心骨 也是实打实的战绩摆在台面上了 郭松林想着这回你老张总不能视而不见吧 这世界上还真就有那么离谱的事情 张作霖挨个赏了每一个参战的将领 就是迟迟不见郭松林的 等到郭松林的时候 张作霖两手一摊 嘿嘿没了啊 什么也没有了 郭松林气得肝疼啊 但是什么办法也没有 人家就是不少你能有什么办法啊 看着那些没什么作为的人都领了赏 郭松林心里不是滋味 其实这些矛盾很早之前就有了 尤其是一个叫杨宇廷的人 那是处处刁难郭松林 直奉战争的时候还给他用激将法 差点就让郭松林送了命 战后刑场 本来安徽这个地方是给郭松林的 然后杨宇廷横插一脚 他说不行 我也要安徽 杨宇廷深受张作霖的信任 于是就把安徽给了杨宇廷 郭松林是什么也没捞着 说实在的 这放谁身上都不好受啊 各位 再加上郭松林本来心胸也没那么宽广 心里就更加记恨这些人了 连老帅张作霖也恨在心里了 好在张学良一直都支持郭松林 他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安慰的 不过杨宇廷等人的排挤 还有老张的不公正对待 最终还是让郭松林爆发了 他呀决定反了 让张作霖下台 然后让张学良上去 当东北王 那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郭松林有了这个念头的时候 他本人还是挺吃惊的 他呀 这一天呢路过一个算命摊的时候 听说这人算命挺灵验 用咱们现在话来说 那叫神棍呢 就试了试 结果呀 这算命的算完之后 脸色很凝重 悄悄的把郭松林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跟他说 您请恕我直言 将军 您是天生反骨 将来必定是造反的命 而且您夫人这面相也不是很吉利 恐怕会死于非命啊 郭松林一听 我听你这个呢 你不就想着坑钱吗 你告诉我 我给你点钱 是吧 你能够替我消灾 我不信这个 他也就没放在心上 可没想到还真让当年那算命先生给说中了 郭松林啊 不是什么迷信的人 西方教育早就让他看清了什么算命啊 摆摊算卦呀 这些事情的本来面目 张作霖他是一定要反的 不反不行 当下他联合李景林 暗中决定一起讨伐张作霖 这个李景林也是张作霖的手下 当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 还是第一军的军长 也算是张作霖手下的一员大将 李景林一听郭松林 怎么着要打张作霖 好啊 马上就答应了 为了保险起见 郭松林呢 还找到了冯玉祥 冯玉祥一听 好事啊 有这种好事 就别落了我呀 就也答应 一起打张作霖 但是郭松林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势力 那就是当时盘踞在东北的日本人 虽然这是中国境内的争斗 但日本人还是有不小的话语权的 当日本人找到郭松林 要想和他合作的时候 郭松林态度坚决的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 并且说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 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插手 这一下子可把日本人惹恼了呀 他们断然不会看着一个不受约束的军阀 独自作大 因此日本人决定跟张作霖合作 郭松林在得到李景林和风玉祥的承诺之后 发布了反奉的通告 通告中说的明明白白的 说是张作霖投敌叛国和日本人合作 以及他的幕僚杨宇婷等人也是叛国罪 只有少帅张学良忠贞不二 所以要推翻张作霖 拥立张学良 这消息一传到张作霖耳朵里边 把他气的呀 他已经十分信任郭松林了 在他心目中 张学良迟早是要接管东北军的 到时候东北就是张学良和他郭松林的天下 要什么有什么呀 张作霖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才屡次没有给郭松林太大的奖赏 不想着让他功高盖主 但他没想到的是 嘿 养了个白眼狼出来 其实张作霖更担心的是郭松林手底下的那些兵 因为张学良的关系 张作霖给郭松林配军需的时候 那是按照最高标准来的 现在可以说郭松林手底下的七万人 这就是奉军的精锐 当时因为中俄关系不好 俄国人呢 也没给张作霖好脸色看 铁路被俄国人控制 张作霖不能短时间的召集军队 而眼下他自己只有区区五万人的卫队 这点战斗力跟郭松林手底下那七万的精锐比起来 不值一提呀 并且当时李景林和冯玉祥都打起了反张作霖的旗号 要是再来个日本人 张作霖可就是四面受敌 十面楚歌 无处可逃 但是这些南部倒张作霖 他找到日本人 对他们说 可以答应当时提出的条件 只要日本人出兵援助就可以 所以日本人觉得张作霖远比郭松林好控制 当即决定帮助张作霖守住他的位置 郭松林手里握着七万精锐 那几乎是一路高歌猛进 打得张作霖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李景林忽然就攻击了冯玉祥 还把郭松林的物资给扣押了 这一来 郭松林还得分兵防备李景林 这是后院起火呀 盟军互相打起来了呀 给郭松林愁的呀 哎呀 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啊 怎么办呢 这时候张作霖父子打起感情牌了 不断的用飞机 从天上啊 就往下洒船单 说东北人哪 绝不打东北人 这些人原本就是东北人哪 打自己人不情愿哪 何况张家父子对他们不薄啊 这时候军心已经不稳了 有很多人都不愿意打仗 更有一些人提出要和谈 但郭松林明白 这种事一旦开始 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他想拼死一战 可谁知道这时候日本人来了 那时候奉军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制空权的 日本人一顿狂轰滥炸 几乎是把郭松林就给打崩了 郭松林眼看大势已去 就带着夫人乔装打扮就逃跑了 一路躲避奉军的追杀 无处可逃的时候 躲进了一个农民的地窖里 然而很可惜 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能够逃过一劫 奉军还是抓了他们 按照张作霖的意思带到奉天城公审 然而走到一半的时候 杨宇廷派人就地枪决了郭松林夫妇 至于原因吗 想必是担心张学良一定会求情 甚至以死相逼 断然不会给张学良和郭松林 东山再起的机会 索性先下手为强 张作霖听说郭松林已死 这才下令曝尸三日 不得任何人收尸 关于这段历史 还是我说的那个记录片 世纪行过里边 张学良自己有详细的讲述 大伙呢 不妨看看 了解一下 这下令曝尔